大量花束整齐地排在河南郑州地铁站口 还可以看到许多民众特别停下脚步90度鞠躬制翼 一场暴雨官方公布导致14人死亡 事故中一对幸存的姐妹也特别回到地铁悼念亡者 我妹妹是最后一个车厢被救回来的 我是在水淹到脖子的时候自己往前游了 游了一个车厢回下来 回想起逃难当下姐妹俩忍不住掉下眼泪 这场事故也重重的伤了郑州市民 市民难过的情绪需要出口 但就在事故头七当天民众到地铁献花 竟然被黄色围离把花束整个围住 画面曝光引发众怒 眼看民怨高涨 到空旷处一致排开 打开所有车门 拆了脚踏垫和椅座 集体晒车 TVBS新闻 中华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